你别去 你别去 我求求你了 你别去 你别去 六年 你知道这六年我是怎么生活的吗 你知道这六年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我为了回来接你 我又失去了什么 那个畜生这么对你 你居然还护着他 你杀了他又能改变什么呢 那他还像以前一样像个丧家之犬样的抛弃我吗 现在谁都没有资格让我变成丧家之犬 在我眼里你一直都是 你 如果当时不是你逞一时之勇 我们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 是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所以现在必须由我来终结 他必须死 这是你 当年发生那件事之后 我本来想一死了之 可是你曾经答应过我 你说会回来找我 我怕你回来找不到我 我怕我再也看不见你 你又知道 这六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现在好了 你回来了 我看到你活得很好 你走吧 再也别回来了 再也别回来了 跟我走 我的家 我的孩子 都在这里 你让我去哪儿 你的家 你的孩子 你信不信 我让他们全部都消失 你知道 说到做到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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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医子 你这个逆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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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我 真不会开枪 啊 你 你 住手 对不起啊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我什么都做不好 只能选择这种方式 我们走吧 只要你好好的 什么愁什么愿的 我们都别管了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想走就走啊 你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死他 你是他的亲生父亲 你为什么 就不能替他考虑一下 你不是不信 你还知道什么 什么 特医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是父亲的养子 我知道 他一直都特别尊敬你 为了你的安全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我还知道 就算他服从了你一切的安排 你也不可能兑现给他你承诺的所谓的自由 知道的太多 你想过 会有什么下场吗 现在不知道的更多 他的下场好吗 你满意了什么 你是不是非要害死他你才开心 才高兴 这是我跟父亲的事情 早晚都要发生 跟唐英无关 剑子哥哥 你难道一点都感受不到 詹伯伯对你的期待吗 养育之恩 莫齿难忘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 剑子哥哥 你和詹伯伯不要在乎 我起来 够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你们偷偷给我管 是 是 詹伯伯 请原谅明珠的冒犯 明珠实在看不下去你们父子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大 所以 你 天子哥哥 你看了这个 就知道詹伯伯对你的忧心良苦了 我看了 你 试图 你 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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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要的东西尽快准备好 您不出面的话 当靠我们 实在是有些为难 做不到的话 不用求我们出面 我先把你灭 这是真的吗 没错 你就是我的亲骨肉 只可惜啊 你的生母 并不是蚯蚓 我多么希望我的孩子 只从蚯蚓的肚子里出来 原本 我还在犹豫 要不要自私地 带他离开这里 我害怕 怕他会对离开 你这件事情难以释怀 毕竟就像他说的 您对他有养育之恩 可是在我看到这份鉴定之后 我更下定了决心我要带他走 谁都拦不住 毕竟有你这样的亲生父亲 简子的余生 都会在灰暗和扭曲中度过 我所做的一切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好 用不得你胡说八道 唐小姐 占先生有自己的苦衷 很多事情不是你能够理解的 所以 那些被你杀死的哥哥 都是因为我吗 我要是不杀他们 你能丧位吗 为他好 为他好 你们每一个人口口声声都在说为他好 可是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伤害他 是不是要把简子逼死在这儿你们才满意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们这些 口口声声说为他好 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我看在过去的勤奋上 对你一再地忍仗 如果你还要得寸进词 我就会替你母亲 好好的教育教育你 你闭嘴 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我的母亲 你和他 真的很像 世道如今 你是真的想知道一切的真相 好 我就告诉你 从小 我就和你母亲 还有你父亲 一起长大 你父亲 根本就是个人面寿星的畜生 他不是手段的 得到了你母亲的身子 就在他还怀孕的时候 他又慎恿你外婆 以死相逼 你母亲为了宗旨别人说闲话 也为了安抚你的外婆 只好答应了这门亲事 别人 你杀我 那可是你母亲亲口对我说的 她还苦苦地哀求我 说孩子不能够没有父亲的份上 我不能杀你父亲 要不然 我早就把那个畜生千刀万剐了 你闭嘴 不许你侮辱我的家人 对了 你母亲 是我以你父亲的性命要挟 来到这里的 你信也罢 不信也罢 这就是世事的真相 你这个混蛋 你一定会造报应的 我真的恨不得 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 你想报仇 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如果 你想用上一辈子的恩怨 来拆散我跟简子的话 那么我告诉你 你失散了 我是不会离开简子的 但是作为为人子女的立场 我一定会高发你的罪行 善恶必有衷 你一定会造报应的 我给你们三天 三天后 简子 你就回来正常工作 唐燕 你想回国我不拦着你 我会给你 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可是 如果你坚持要和简子在一起 那个后果 可不是你们能够承担的 为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 你 那个老爷子啊 说了自己的话 谁的话听不进去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剑子 以后 我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这人生不是苟且 就是苟穴 来 朋友们 进往事 也好 你呀 平时就是太谨慎了 偶尔呢 也要放纵一下 来 约我们陪你呢 来 剑子 来 总算不负您的重托 这套设备 从澳门运回来 你别看它救啊 但它制造筹码速度 绝对给力 材料方面怎么样 材料方面有点困难 你也知道 毕竟我不是开赌场的 再想想办法 要尽快 快去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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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在我胸口 关于伯母的资料 目前少了这么多 更详细的 恐怕过些时候才有消息 谢谢你啊 李警官 所有的事情 我都已经知道了 混蛋 你放心 我一定会为你和伯母 讨回公道的 其实 他们上一辈子的情感纠葛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 而且我一直坚信 这个世界是公正的 只要你犯了错 就一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相信我 这一天不会太久 我一定会让你亲眼看见的 谢谢你啊 李警官 我相信你 一直都相信 我跟简子 决定离开这里 以后再也不会回来 唐逸 您应该明白 我对你 而且简子 李警官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我跟简子 会一直记得在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一个地方 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你说得对 只要犯了错 谁都躲不过应有的惩罚 简子 简子 想一走了之 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你只会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最后果然还是走了 不在赶紧上彻底输一次 以后这下路就不知道该怎么走 张伯伯 请您不要再为了拿剪子哥哥和唐英姐姐了好吗 你再拦待我 那小子就真的走了 那 就放他走吧 你真的是糊涂啊 他走了 你怎么办呢 爱情本应该是美好的 没有人受到伤害的 我 我放弃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张伯伯 请您成全他们可以吗 那谁来成全我 谁来成全这出门上上下下进万人的未来 你不要管了 张伯伯 求求你 孙小姐 孙小姐 好好照顾好宋小姐 别别让他离开屋子了 张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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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曼 曼曼 替我谢谢那些朋友 哎呦 一顿犯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估计你爸怎么都想不到 你根本就不在那几辆车里面 这个时候啊 特想看他被气炸的样子 能不能忙过他还是回事 万一有什么闪失只能硬拼了 到时候你带唐印走 我跟你们会合 说什么呢 你整天脑子里就这些大大沙沙的东西 你要再受伤了 看我管不管你了 对对对对对 这能致取的尽量不要动手啊 大大沙沙多不和谐啊 你不开心吗 我答应过你 一定不会让你再担心了 哎呦喂 这接下来你们俩还要过一辈子呢 你这时候不应该跟我这个 好兄弟 拥抱一个吗 哦 对了 等等 我们去个地方 我们去个地方 大家注意 召集所有中安组成员 临时紧急行动 是 妈 对不起啊 是我一直误会你了 你是妈妈最爱的人 即使你误会她了 她也不会怪你的 是 简直啊 我实在不想打扰你们 但是那个头都喘不等人 谁都不许走 谁都不许走 你们先走 我随后的 我不走 我不走 不是说好了有什么困难 都要一起面对的吗 除非今天我死在这儿 不然的话 我绝对不离开你半步 好 我们一起 算我一个 白白 对不起 又把你牵扯进来了 你废话 你废话 我不想杀人 你别逼我 当言答应你不杀人的要求 是我最大的错误 有什么事冲我来 你把他们放了 简子 你别管我们了 你先走 柚子 把他绑起来 他要是敢反抗 把他们两个杀了 如果他们少了一根寒毛 就算你是我的父亲 我也不会再忍了 用血肉拼富贵的时代 早就过去了 官方给我们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 他们计划 把大扫灯 妄想把我们全部消灭 幸好 我们邱门集团转型地走 我动用了所有的资源 建设一个 全球首屈指的度假村 那时候 我们邱门集团 将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商业集团 但是 我辛辛苦苦做的这一切 都将是你的 我想要的 只是字有两个字 真正的自由 是站在权力的巅峰上 锁头哥也说过这句话 你真应该把一切都给他 我真是该把一切都交给他 只有他最像年轻的时候的我 太可惜了 你一步一步 把他活活逼死了 可惜啊 他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你的亲生儿子 就要继承你的黑色帝国是吗 即使他是个白痴 也要接受你给他的一切吗 金子 金子 这条路 我都替你铺好了 你想按照这条路走下去 就不会错的 从此以后 我们球门集团 就从一个黑色帝国 变成一个干净的商业集团 我相信你有这个力量做到的 我相信你 你的球门再大 也不是我想要的 你不来目的 说不定已经上船了 身为一个杀手 未来的掌权者 你太重感情了 所以你输了 我的未来 有感情就够了 你的未来不会有感情的 我们做赌场的 讲究的就是输赢 这局我赢了 所以现在我要拿回我的彩头 把他们带过来 你要做什么 一人感情是你最大的心魔 我今天就把你这个心魔给除了 他 他们两个 只有一个能活 你现在自己做个选择吧 你选吧 不要说我没有给你机会啊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逼我 其实啊 你原本可以给我妥协了 你取民族也好 掌管球门也罢 有朝一日 你掌的大权 谁敢对你指手画脚啊 就算你要糖印 就是三十个糖印你都可以啊 你很聪明 为什么你偏偏选了一个最笨的办法 你逃 好 你逃得了吗 你啊好好记住今天这个画面 以后将让你受益无穷 你这些就是个恶魔 没错 我是恶魔 所以我站在高处扶栏众生 选吧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简直 报告长官 所有交通路段 没有发现异常 二级排查 所有民用船机跟齐儿两个都不能放过 是 所有人跟随我的坐标 立刻出发 我求求你 你放了他们 我跟你回去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你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逃避 我说过 他们两个只有一个人能活 你是个变态 疯子 我跟你拼了 讨厌 讨厌 伯父 我 我不想玩 你让我死 让我死 有骨气啊 真可惜 你自己的命 也做不了主啊 决定你的命的是他 我求求你 杀了我吧 不要再伤害他们了 今天 必须有人要死 不是你呀 我死 我死 你开枪啊 开枪 你也以为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决定我们的生死 就凭我是三四离 把他扔下去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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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计算好了 就是没有算到你这个变数 要不是你的涉弱 简直今天 已经平稳地 接掌和抽门 按照我的意志进行 所以啊 最该死的 应该是你 麦全城已经死了 我求你不要杀他 这麦全城 是自己求死的 你并没有做出选择 按照游戏规则 他必须死 讨厌 把他扔下去 不要 抓 subjects 刀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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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衣 刀衣 刀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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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干什么 李廷长 有何贵干啊 唐映呢 怎么 他没跟你道别吗 我看 他现在应该是踏上故乡的土地了吧 少跟我废话 我问你唐映呢 李廷长 警枪不是拿来威胁拿税人的 我警告你最后一次 如果唐映有什么闪失 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 怎么 你还真的想开枪杀了我 我 这么个死法太便宜你了 我会让你亲眼看见邱门的灭亡 至于你 就算要死 也得死在牢里 你 有句话叫唐闭党剧 不自量力 我今天啊 就把话说明白了 邱门 不会到 我 的命 也没那么容易拿 你不行 法律也不行 要不然啊 就试试看 入死谁手 还不知道 走到最后的 才是赢家 老爷子 老爷子 来 您坐好 坐好 你这身体真是 赶紧去医院吧 好吗 现在啊 去不去医院 都没有什么区别了 你啊 不会怪我吧 对 少爷 你非得要这么做吗 恨 是很大的动力啊 我是怕 他知道了 一目以沉皱 这都无所谓了 我也怕李永基那边 会出问题 因为他被你压制的 太久了 还不够 欲其灭亡 必先练起疯狂 给他的压力 还不够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 扶你在秋门上位 你现在跟我说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也知道啊 最重要的位置 都是战事里绝对的幸福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的 这些借口我不想听 李廷长 昨天主人要我转告你 你不要以为有些人死了 你就赶紧了 他要猜你 他要有英雄 他要有英雄 战事里 你不要害怕 看我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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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好事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任性离开 我不会任性离开 我要抹去你眼中的泪 带你离开这伤害 另一个人 你不能买国 你不能买到你上海 你不能买到你上海 我 fragment的舌头 很快想你 我看到了你 你能买到我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re beautiful